WD-40 相信大家已經很熟悉了 它是一支潤滑、除瘦、除污的萬能噴劑 其實WD-40 有很多種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紹這支白里潤滑枝 它又叫雪柚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字 Specialist 即是專家 對比藍色這支WD-40 它是哪一方面的專家呢 除瘦、防瘦、還是除污呢 其實都不是 它是專門拿來潤滑的 你可能說普通WD-40都可以潤滑 為什麼要用雪柚呢 說得好啊 一般的地方用藍色這支WD-40就可以了 如果說專門的地方 當然是用這支白里潤滑枝 其實雪柚最適合用在經常要運轉的部件 例如起重機、運光帶之類 因為雪柚的高黏度特質 可以提供更持久的潤滑功能和防塑保護 而且它的內熱和內寒的範圍都很大 特別適合用在戶外的地方 說到防塑 例如開工廠的朋友 用來做產品的金屬武具 都可以用雪柚來保護 你知道啦 一個武具那麼貴 如果生柚搞到用不到 那就慘了 其實雪柚不一定要專業用途 它可以用在門窗較位 解決一些咸咸咸的問題 效果會比萬能的WD-40更厲害 噴雪柚之前 建議用WD-40萬能防塑溶滑劑 清潔了生瘦的地方 再去除殘留物和濕氣 然後再噴雪柚 效果就會好很多了 那以後大家就可以因應自己的情況 選擇適合自己的WD-40了 那今天裝修妹說你知道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 拜拜